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国际风云 今天是4月9日星期二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美国以色列拉法最新信号 已军演习打击伊朗核地点 网友热议中俄边境核辐射竟然是外媒新报道 网络评论认为 崇拜张维维的大学生都是什么人 抄袭摩托罗拉 中企海能达遭美国禁售对讲机 沙特削减5000亿沙漠未来城市基建计划 在广告时间里和您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 谢女士的真实的故事 谢女士因为不幸的跌倒事故而受伤 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 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她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她的夜间睡眠品质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谢女士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提醒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 更多的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 欢迎在520网站上提问 将会有专家团队为您解答 请注意 谢女士的故事反映的是她个人的体验 结果可能会因人而异 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 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加沙战争持续 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的动荡 4月9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宣称 德黑兰将把以色列在阿联酋的存在使为威胁 并且警告称 如果有必要 德黑兰可能会关闭霍尔木斯海峡 过去一周 以色列一直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 伊朗官员宣称对大马士革空袭进行报复 以还击其遭到的打击 对此 以色列的回应毫不示弱 伦敦爱拉夫新闻引述一位匿名的西方安全官员的报道称 以色列已经对外表示 如果伊朗要发动直接的打击 以方将攻击伊朗境内的关键目标 报道称 以色列在最近几天中一直在进行空军演习 其中包括准备瞄准伊朗核设施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 这对于伊朗造成了威胁 在此前不久 以色列爆破了伊朗国内的主要能源管道 一度导致伊朗多地的民生和关键设施瘫痪 引发了伊朗国内剧烈的动荡 匿名的美国官员告诉CNN 伊朗目前同样惧怕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回应打击 当局不敢直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到目前为止 伊朗的军队也仍然处于全面高度戒备的状态 为了应对改变的中东局势 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部队实施了后撤 以调整适应全新的局面 保证应对各种威胁 在另外一方面 以色列的战时内阁9日举行会议 研究开洛人质协议框架 到目前为止 以哈双方认为 加沙人质协议存在根本的分歧 也是在9日在国会听证会期间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为以色列进行辩护 称外界关于以色列战争罪的指控并不属实 他也重申 美国将继续坚持要求以色列把平民带离加沙战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本周称 以色列已经在日历上圈出了多次 可以发起拉法地面攻击的日期 他说这是因为以色列需要进入拉法 消灭恐怖分子 这将会发生 他没有透露计划行动的具体时间 9日 另外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以色列时报 国防部长加兰特在8日的电话会议上 告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以色列还没有确定在拉法 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击的日期 消息人士称 加兰特表示 以色列仍然在敲定计划 以撤离目前在加沙最南端城市避难的 约150万巴勒斯坦人 这次通话是在内塔尼亚湖的公开声明中 声称拉法行动日期已经确定几个小时之后发生的 9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告诉记者 即使以色列已经确定行动日期 也还没有和我们分享 他紧接着指出内塔尼亚湖发表公开声明 但也私下和我们谈论军事行动 以及他们和拉法的想法相当详细 这反映了以色列对关键战略消息的模糊处理 另外一方面 在红海地区 伊朗代理人胡塞武装组织仍然在引起骚动 军队在亚丁湾上空摧毁了一枚 由胡塞武装发射的反舰弹道飞弹 他的目标可能是约克城号船舰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媒体X平台上表示 美国联军或者是商船 没有因这起袭击蒙受伤亡或者是损坏 本周中国网络爆出消息 俄罗斯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地区 侦测到核泄漏辐射 强度据称超过正常值的1600倍 当地距离加姆斯地区仅68公里 这个事件在3月底就已经产生影响 而中国媒体却基本上是晋升 终于在8日媒体顶章新闻才发布了一些笼统的信息 其间引述俄国工作人员的言论称 核泄漏没有影响到边境 4月9日的当天 评论公众号穆白撰文评论说 在我们的媒体8日报道之前的很多天 坊间已经出现恐慌了 尤其是加姆斯地区的民众 不少加姆斯的民众很担忧 在微信里传讯质疑外界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为何媒体没有报道 于是他查了新闻 发现中国边境核泄漏这样的消息 只有英文的路透社先报道 而且是在4月5日就刊登了 引述了俄国媒体的消息 此举让许多粉红网友都炸了 纷纷谴责媒体双标 网民《泛我中华者》随远必诛评论说 报道日本核污水排海的中国媒体 这回都死了吗 穆白评论说 过了这么多天 竟然是在路透社上看到这样的消息 这就很离谱了 哈巴罗夫斯克以前叫做伯利 曾经是中国的土地 中俄北京条约的时候被抢走的 距离边境也不过才30多公里 而核辐社的危害 对于这几十公里的距离来说 不算是小事 结果过了这么多天 远在天边毫无关系的路透社都报道了 结果中国媒体却鸦雀无声 网民们抨击说 4月5日见报道消息 我今天才知道 是我消息之后了 还是消息走路太慢 也有的评论嘲讽说 泄露的不是核辐射 而是正能量 评论人士 剑客写字的地方撰文写道 乌克兰还没有看到核武威胁 我们已经看到了 结果这么大的事情 在中国传播的大多数只是些消息转发 类似于哈巴罗夫斯克检测到核辐射 那离我们很近 这样的传闻 而木白谴责说 现在一旦有危机到生命健康的较大事件 又没有信息的源头 就会造成第一现象便是恐慌 第二便是谣言 第三便是失望 分析认为 现在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微博用户威力8722谴责说 如何泄露 是人为还是意外 这座城市是否有核电厂 目前的数值是高还是降低了 这么重要的关切百姓的新闻 整篇报道就笼统的一句 没有影响 之前日本核废水的时候 你们有这么安静吗 有这么鸦雀无声吗 有这么守口如瓶吗 剑客写字的地方评论提到 媒体连俄罗斯的核辐射都不敢说了 还有一些亲俄人士已经开始提前洗地 可能对中共国的俄粉来说 核辐射前面只要加上俄罗斯三个字 不仅是甜的还能消毒杀菌 是来自慈父的关怀 俄罗斯人要是在那里搞个旅游乐园 专门向中共额粉开放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 即日号称反美专家的所谓大国之 中共长期的吹鼓手 复旦教授张维伟前往同济大学 给学校300多名师生代表演讲 大批的小粉红学生参加 根据现场公开的情况 一些学生对张维伟表现的近乎崇拜 甚至将她视为精神榜样 争先恐后的提问 引发诸多有良知人士的唏嘘 网易公众号7号刊载文章表示 同济大学学生对张维伟 众星拱月般的追捧照片 为何会引来网友的侧目呢 这主要是因为 在不少人的眼中 张维伟几乎是形同笑话与奇葩一般的存在 她的一些语录像是近期所谓的遥遥领先 以及早前的我国的贫困户 有地还有房子 三菜一汤比其他国家强太多了等等 都让外界哗然 结果像是这样的人士 还能有市场让人大跌眼镜 微信公众号官尔东说 看到这一幕我就无比怀念 并且想起2012年 也是在龙年 去海南大学演讲的 五毛司马南被学生扔鞋的事情 看现在的情况 在12年之后 如果司马南再回校园 也许还能扳回一城 在中国媒体网易评论区 有数千人参与讨论 对于大批小粉红积极效仿张维伟的做法 网友的反馈中 绝大部分都是批评 有网友抨击说 难以想象 请他签名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 但凡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 都不至于这个样子 别的无法决定 那些崇拜张维伟的 他们的未来不仅不会做善事 而且大概率是做恶 也有的网友感慨说 这才十年的时间 中共的败类们造出多大的孽 复旦大学成立以来 最大的耻辱 同济布上了后尘 大学成了培养傻子的地方 国豪老校长 如果他地下有知 一定会被这群后辈气得打滚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知道内情 称这样的活动 一般情况之下 要给参与者经费的 所以其中也可能有人是花钱 被雇来撑场面的 近日 中国企业 由小华为支撑的对讲机公司 海能达因涉嫌抄袭摩托罗拉 卷入了一场官司 美国法院在最近颁布的禁止令 要求叫停海能达在全球范围之内的销售 双向无线电技术产品的能力 并且出以每天100万美元的罚款 直至公司完全解决问题 据悉作为全球第二大对讲机制造商 海能达和美国摩托罗拉的诉讼纠纷持续几年了 与博制业市场研究中心统计 2023年海能达的对讲机全球市场占比为11.41% 位列第二 排名第一的摩托罗拉占比为58.57% 在这之前 摩托罗拉因海能达窃取商业秘密及版权侵权发起诉讼 企业在2017年向美国法庭提告 称其有雇员曾担任双向间谍 窃取了摩托罗拉的数字无线对讲机技术 帮助主要的竞争对手海能达 2020年2月份 美国伊利诺伊州法院陪审团做出一审裁决 认定海能达侵犯摩托罗拉一项或多项商业秘密 即美国版权行为成立 并且出以7.65亿美元的罚款 不过在2022年6月份 海能达向中国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 寻求认定其系列产品没有侵犯摩托罗拉的商业秘密和版权 这一案件进入庭审环节之后 摩托罗拉向美国伊利诺伊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禁诉令动议 要求海能达撤回深圳案件的起诉 美国法院在2024年3月25日批准了该动议 但是海能达没有按照要求撤销深圳案件的起诉 最后遭到了美国法院更严格的禁售令 4月8日海能达紧急回应称 目前公司已经按照要求暂停销售双向无线电技术产品 并且已经向美国法院申请撤销上诉判令 近日正在持续的进行听证 海能达8日表示 目前公司已经撤销在深圳对摩托罗拉的起诉 同时将争取最短时间撤销禁令 但是案件后续进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而公司控股的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青州 也自愿承诺 即日起6个月之内不减持公司的股份 根据该公司的财报 2022年 海能达的专业无线电通信设备的收入 占营收比重的83.31% 这次禁售令对于海能达来说 无疑是一次重创 除了涉及专利侵权之外 海能达也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国安疑虑 2021年的3月份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海能达 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五家企业 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服务商清单 2022年的12月份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马首诺表示 加拿大其警和安省的新克莱技术公司 签订的价值54万9637元的 射频滤波器合同现已暂停 新克莱的母公司在2017年被海能达收购 而中共政府通过投资基金 持有海能达大约10%的股份 4月9日的消息 沙特阿拉伯王储本萨勒曼此前推出 2023年愿景计划 筹备赤5000亿美元 在沙漠当中建造新兴梦想城市 并且透过转向科技来减少国家对石油的依赖 不过直到最近 沙特官员开始意识到这样的愿景可能难以实现 由于成本高昂 沙特政府内部对财务问题产生了担忧 由于对成本的担忧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还没有批准未来城市的2024年预算 同时当局也大幅度削减了在新城市定居的人数预期 自2017年以来沙特一直在洪海附近的沙漠里 开发这座特大城市 外界认为 由于其存在大量的基建活动 并且存在大量的监管需求 沙特试图用和中国企业合作 布置监控电子等设施削减成本 未来城市计划的官员在其网站上描述为 一个居民能够梦想成真的地方 然而彭博社引述消息称 由于一些资本来源在最近撤离 至少一家承包商开始解雇工地的工人 2023年的愿景计划中 概述的一些项目或将被推迟 也有不少专家们对新城市的计划 提出了新的道德问题 有些人担心沙特的未来城市 可能会成为全面 对公民监视计划的一部分 其他人则对此批评 该项目的严格规则不可持续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